Hello,我是Alan Hello,我是Chris 今天是12月31日 12月31日 下午4點19分 我們是連早餐都沒吃的 今天又特意出來順義區 為什麼出來順義區呢? 因為今天是倒數的日子 Yeah! 第一次在台灣倒數 平時我們只是對著電視看著台北101 倒數是很美的 你看著是整個地球不同地方 倒數那一刻 我很深刻的是台北101的倒數 真的挺美的 所以... 蔡興奮啊! 那你竟然可以去台灣倒數 其實真的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平時看電視算的 其實也有些台灣朋友跟你說過 上次來倒數 搞到兩、三點塞車 都不知道幾點才回家 但是覺得一連一次沒理由不來 所以呢 我們又特意早一點共了過來 吃一點點東西就... 再逛街準備今晚倒數 其實還有八個小時的老婆 哈哈 不過我想我以我老婆 逛街的能力應該怎麼都能逛到的 所以現在我們先吃完東西之後呢 今晚我們期待很久的倒數了 現在我們又心有零細了 大家都很想吃拉麵 所以現在就在順義區附近 找拉麵店吃 如果好吃的一會兒就拍下介紹給大家 如果不好吃吃完再見 一會兒再見 電視台已經準備好了 一天還有轉載我們的文士 我們現在轉載回去了 我真是瞬間看地球 來到現場了 我們剛剛吃完拉麵 現在我們就要去買咖啡酒 和買家裡的東西 現在已經超多人了 一連一半有多人 去看看 來到至今開始上電區 我覺得很漂亮 氣氛不錯 尤其是去逛街 走街的感覺 好像以前去日本去旅行 很棒 還有這裡有超多的表現 哇,這個是什麼來的? 哦,寧靜凱啊! 那個最新的那套,有紅樓的 其實我發覺,順而出來超多的那些人 如果那些劇集,或者那些劇集,去做宣傳 在那裡,有紅樓,有紅樓 對,搞些快點,或者裝置在那裡 所以,順二區有很多特別的東西,你看看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9點41分 距離我們倒數的時間,還有2個小時 我們現在就還在順二區混購 我覺得這些日子出來,真的 市房是比平時多人,而且店舖好像還沒關 因為香港的東西真的很夜關 是不是台灣人一般都是看著電視機,去看那個倒數 我以前在香港就看電視機,我告訴你,我來沒了 我想,順二區都裝不去台北的人 但總有些人想逼,有些人想留在家裡 我們這次是第一次來台北,所以都得分你給一筆 但以往我們香港都怕逼的 所以我們在香港的時候都不會衝出去倒數的 但順二區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其實平時順二區都漂亮 不過這些時候就多點特色,給你看看也有 都得意的 因為我們以前在香港看電視,在鏡頭前看倒數 但倒數前的2個小時或3個小時以來 這裡是坐滿人在等倒數的 今天連這些位置都封了 是不是好像我們平時去花市市場風 對,那些風路的情況,很有氣氛 你看看,已經設定了打卡位 超多這些打卡位,讓人們拍照 1056,距離我們倒數的時間還有1小時 我們已經坐在101附近的樓下 今天都挺大煙,是看不到頂的 不知道一陣子放煙花的時候,會不會開出雲蓋 現在我們就坐在台北市信義區行政中心門 因為這個位置今天有點下雨,所以沒有那麼淋到雨 所以大家真的坐在這裡,很搞笑 這麼青春的事,我也不知道多久沒做過 我在台北就第一次了 沒錯,在台北,你們兩個不知道為什麼回復青春 好,現在的時間已經是11點36分 我們已經在信義區行政中逗留了 你昨天8點啊 一定是 說說說說說 我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也坐了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都有 傳聞中,那個101最頂棒式位 他在這些時間就開始慢慢關燈 然後代表著他不會關一顆燈 就是一分鐘 現在就希望他拍攝關掉了 因為我坐到屁股都痛 那以前香港,但是不是有維港的倒數 有Times Square Times Square那些,你沒去過嗎? 沒去過 我也沒去過 我一次都沒去過 OK 快點吧,2022年 等了很久了 超多那些農友 在這裡等著拍照 但是今天又下雨了 每個出盡法寶在這裡擋雨 那又為了我等這個煙花 但是今天超大霧 你看看全部都是霧 所以都不知道他們拍到什麼 希望他們都拍到一些漂亮的照 拿著相機 坐在這裡等幾顆燈 在你關鍵的時刻 在你前面走過一看 哇 這樣 有什麼感受呢? 3 3 2 1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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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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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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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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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 2 2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好味喔! 其實呢有很多人以為香港人 習慣了問雜誌很關閉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關閉的 挑掛出來看看那個接運站 是進不去的 這些就是鏡頭背後我們在香港 看不到的畫面 比例是要負上代價的 但我們今天幸虧不是坐接運 我們要想辦法 為什麼離開這裏 通常我們那些共享電單車 是新的區多的 你們呢現在應該會在這裏 排隊等呢? 就因為連接運站都會人流免制 感覺真的很壯觀 現在我們就要走 很遠才可以找到那些共享電單車 因為這邊的路 全高了 比我們想像中已經沒有那麼多人了 就是我們之前來的 這個到手看到手 然後很多台灣人都說 好逼啊!很難回家的 我很不喜歡這些時候 但是我發現原來對於香港人來說 這些不叫迫的了 其實很寂寬的 都挺鬆動的 人是多的 不過對於香港人來說 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算不誇張的 算不密集的 比我們平常的閒旺角 我覺得已經不算密集了 以前在電視機看101的煙花 就覺得很震撼很誇張 但是可能今天因為霧氣很重 水氣也很重 比起我們想像沒有那麼震撼 我覺得 因為它放完煙花 一塊雲 水氣走不了 所以真的有少許可惜 我想明年會再來 因為原來沒有我們想得那麼辛苦 就等了完蛋了 我真的看見煙花了 不要緊了 不過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對 不同的角度 還有當我們在鏡頭背後看的東西 真的很開心 可以跟一班朋友在這裡 即是有個共同的目標 一起等到一個將來 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最重要 希望個月快點過 大家可以到處去旅行 可以快點想去哪兒去哪兒去哪兒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Bye 媽媽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